怎麼逗姐姐開心 就是時不時 脫光 沒有 就是若隱若現的 讓姐姐賞心悅目 她那個酒窩就是好迷人 可愛死了 記住最佳麗 全新第二季收視場頭 六位師兄看揮手這一台 來 葛麗你再揮手 來 露啦 露啦 今天都算在裡面的 處女座最愛假的 來 兩位師兄看向中間的攝影師 天心姐家有說 就是今天穿得這麼亮眼 結果怕除了要防褲子 還要防褲子 心機很重是不是 對啊 怎麼回事 你要不要說一下 這是誰的場子 演了最佳麗以後就 心機越來越重了 很棒 這次是在陸合作 就是 第一次跟妳的角度 就是陸佳麗的角色合作 上都覺得很新鮮這樣 因為他好像是 我每天上班的動力 一睜開眼說 哎呀 有發現可以看了 他老臘肉還好啦 就是 忘了小王啦 忘了 對 已經是前夫了 還好 還好 心歡了 有心歡 然後每天上班都很開心這樣 這邊和浩晨都怎麼逗姊姊開心 怎麼逗姊姊開心 就是時不時 偷光 偷光 沒有 就若隱若現的 讓姊姊賞心悅目 他那個酒窩就是好迷人 可愛死了 剛剛姐姐稱讚妳還叫山 就好像很容易 對 其實別人稱讚我會很容易害羞 就越來越熱 然後今天又穿那麼多 我少想拖的啊 先不要啦 怎麼樣 雞排妹的這個判決 怎麼看 心情非常的好 我覺得公里正義終於獲得了聲張 然後雞排妹被判有期徒刑四個月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前科犯的狀態 1 4 3 2 1 OK 謝謝 妳今天怎麼會來這邊啊 我來看畫展 因為我平常本來就非常的喜歡看畫展 像是我平常也很喜歡賞花 賞黑橘之類的 所以我今天就特別來看畫展 就是一個文心 雞排妹被判有期徒刑四個月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前科犯的狀態 因為妳是法 那就四個月來說的話 妳覺得法官判了什麼 我覺得其實判的已經相當的重了 因為他之前在開庭的時候 就是當面嗆檢察官說 都給妳資料了 妳還不認真做功課 然後講的官在當庭也是講說 希望法官可以從重量 但是我希望說是可以不要得醫科法金 因為我覺得這個行為已經非常惡劣 然後犯後態度也不知悔改 所以我覺得希望可以讓他不要醫科法金 直接進去關門 那之後要上訴 對 我們這邊也會申請檢察官幫我們一起上訴 那勢必之後妳就為了要出庭之類的 因為我這些案子已經交給律師了 如果時間可以的話我會出庭 但是因為我最近都在環遊世界 所以如果我在國外玩的話 就會請我的律師幫我出庭 因為我自從被他公布我的電話之後 我每天都以淚洗臉 我半夜想到我就是哭著醒過來 這件事情對我造成極度嚴重的傷害 所以我必須要努力的到世界去玩樂 來撫平我受傷的心情 如果出庭的話 我就會配合每一季 就展現我的法院時尚 那我想現在已經要接近夏天了 所以到時候就是我會認真的準備 那你們會來拍嗎 妳會發媒體嗎 因為我又不是雞排妹 那麼愛發媒體 就是因為我之前都沒有發 你們都不來拍啊 那你們有來拍嗎 可以留個聯絡方式嗎 我就沒有那麼想諷啦 你們要來拍 你們要來拍的話 我就會好好再更認真的準備 所以有什麼戰袍之類的 我會就是看那一季最流行的Fashion 然後展現時尚 所以我現在就是還只能保密 不能告訴你說我要穿什麼 但是已經有廠商跟妳看業配了嗎 非常多廠商 我每一次出庭的時候 我全身上下都是贊助 接下來計畫要去哪裡嗎 接下來我想要去外蒙古 外蒙古 對 還有很多地方 譬如像美國啊 還有秘魯 我想要去收集世界七大集結 有遇到艷遇嗎 沒有 而且我就是這次去冰島玩 然後我還睡機場睡了兩天 然後我想說會不會有什麼航戰情緣 結果航戰情緣演的都是假的 旁邊都是睡阿伯 就是覺得說桃花運可能還沒開 但因為我本身也不是那麼 在積極追求這一類東西的 不像金牌妹講就是 我多想要結婚 我不想 因為我本身就是財富自由 而且我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女性 我自己一個人可以過得很好 我沒有那麼像她一樣非嫁不可 謝謝 G 曲順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